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易陆军大校表示,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于8月19日在台岛北部和西南海空域进行了联合训练, 主要包括夺取海空治权、搜遣返遣等科目。 这次训练旨在检验战区部队的协同作战和体系对抗能力。 通过此次训练,战区部队将进一步提高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能力, 确保国家安全。 这次训练的举行也向国际社会表明了中国军队的决心和实力。 东部战区将继续加强训练,不断提高战备水平, 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